如果和你说某个时段运动比较有效 你会想到什么时段 早上还是下午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觉得白天训练更有效果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常看到的励志训练片段 都会在凌晨的时候进行锻炼 就像Kobe 会说 你有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 而在早上上班前就完成训练 也会有种神清气爽 今天好健康的感觉 不过上午训练是真的更有效果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 早上和晚上的减脂成效是否有差异 再来选择自己的运动时间吧 Hello 各位 时隔近两年 说出学新知的单元要重启啦 在这单元中 我会带给大家关于破解训练迷思 健身知识科普 与其他所有和健身相关的知识讲解 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 早上和晚上 哪个时段减脂更有效呢 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 这篇2022的研究将100名超重且没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 随机分配40人到早上6点到9点的成练组 那40人呢到下午4点到晚上7点的晚练组 和20人的继续进行正常活动的对照组 进行每周250分钟且持续12周的有氧运动 每周250分钟是美国运动医学学院推荐的运动剂量 并分别在开始测试前两周和第6周 第12周测量身体组成和最大摄氧量 在这12周当中除了有42次需要配戴心率检测器的运动监督以外 在日常中也需要填写运动日记来记录自己的训练感受 研究中主要测量的项目为身体组成与心血管健康相关数据 研究人员使用双能量X光吸收仪也就是DXA来测量体脂率 DXA主要用于医疗专业人员测量骨骼密度的仪器 同时也包含了近体重和体脂率等身体组成数据 而在心血管健康的部分除了监测血脂和血糖外 还使用跑步机透过测量两个30秒内能达到的最高平均值 来测试最大摄氧量 透过这些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测量数据显示 早上和晚上的主别也就是橘色跟蓝色那两条线 它的这个body mass它的下降曲线是几乎一致的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灰色这条线也就是没有做任何变化的控制组 它的body mass就没有任何的差异性 第二张图fat mass也就是脂肪重的部分 无论是成练组或碗练组你都可以看到相同的改变趋势 那这个控制组呢它当然还是有微幅的下降 可是这个在统计上是没有任何显著的差异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讨论 然后再来第三张图也就是fat free mass 就是除脂体重 除脂体重呢成练组跟碗练组 也就是橘色跟蓝色在两条线下降趋势也都是相似的 然后fat free mass 除脂体重 控制组 反倒好像还有一点点上升 不过整体来说也没有太大显著的差异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VO2 peak 这张图 各位可以发现无论是成练组或是碗练组 它们的VO2都从28到29攀升到33甚至接近34的水准 那相反的控制组就一直维持在28到29这样一个数字 但是讲完前面实验的部分 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观察后面三到六个月的地方 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研究人员有要求无论是成练组或碗练组 在实验结束后呢 他都可以维持他的运动习惯 不过因为这些人本来是没有运动习惯的嘛 所以各位会观察到的是 他们在实验结束后 他们的VO2 peak 其实也都跟着慢慢下降 所以透过这数据我大胆的推测 其实这些人在实验结束后 那个运动习惯频率是有下降的 那在之前我提过的这个跑步训练影片里面 我曾经说过VO2 max 最大摄氧量 它跟我们的健康余命的关联性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这边我想鼓励大家 无论你现在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无论你是早上练还是晚上练 其实你只要投入一定时间的努力 在这一篇研究当中是 每个礼拜250分钟的有氧运动嘛 它对于你的VO2 max 就可以产生改善的成效 那我们要的不单纯是短期的改善 其实中长期维持规律的运动习惯 也是创造良好的VO2 max 很关键的要点 结果证实不论早上还是晚上 受试者的体重脂肪都是相对减少的 而且减少的曲线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最大摄氧量也都因为训练而有进步 这似乎告诉我们 不存在有相对有效的减脂时段 对于整体健康来说 两者也并没有差异 简单来说 有无完成训练比在特定时段训练来得更加重要 不过此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受试者皆是无运动习惯的体重过重者 有可能对于体重正常或已经受过训练的人来说 结果会有些改变 2 心血管健康皆有改善 但不论早晚训练 受试者的安静代谢率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3 研究虽然有热量记录 不过并没有看到研究人员具体是如何规划 受试者的饮食菜单与热量 尽管如此还是老话一句 研究结果是提供一个更正确的思考方向 而非绝对值 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同时段运动 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减脂效果 那接下来除了可以按照自己的 作息安排运动时间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注意的呢 在测试的介绍当中 也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研究人员透过睡眠和活动偏好问卷 了解受试者是属于早起型还是晚睡型 尽管因为研究需求 所以不论属于哪种类型 皆会被随机安排至不同的组别 以取得平均数据 不过若是要长期维持运动习惯 还是建议挑选适合自己 生活作息的运动时间 而以下这篇研究也显示 考虑到个人的作息是很重要的 每个人比较有活力的时段不一样 而昼夜节律的不同 也会导致身体表现下降 生活作息是影响训练时段的关键 除了按照自己的步调选择训练时间外 训练前后的行为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训练成效 若是习惯早上训练的人 我建议可以在训练前热身久一点 因为刚起床的体温比较低 肌肉尚未启动 容易产生运动伤害 训练后控制进食分量 避免因为大量进食而导致糖晕 也就是四岁的状态 进而影响一整天的工作效率 而晚上训练的人 因晚上的血糖较低 建议训练前一小时 可以吃少量的香蕉 燕麦 地瓜 而时间比较赶 需要在15-30分钟内开始训练的话 则可以补充一些运动饮料 训练后可以做10-15分钟的低强度有氧 来帮助恢复心理 回到休息状态 避免影响睡眠品质 影片的最后要告诉大家 无论你在哪个时段做训练 都会因应作息而有不同的挑战 而往往会真的影响到训练成效的部分 都是训练前和训练后的行为模式 所以除了配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来选择训练时间以外 也要学习将训练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这样不论是增肌还是减脂 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都会有很理想的成效 那我最后再做个小小的补充 就是如果你的教练 在没有评估你的生活形态 或者是你可以运动的时间的前提下 他就很坚定地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早上起来运动 这样减脂才会更有成效 那其实你就要审慎地去评估 关于教练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喜欢这系列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